美国的枪击频发 这美国完区 在美国这儿 中国人的习惯非常危险 现在约翰老师教你安全做事 很多人过分吹捧美国崇拜这儿 其实在美国生活跟此生擦肩而过 已成为美国人民的常态 在美国听到枪声 千万别去好奇 甭管谁打或者打谁 千万别去看热闹 撒退就跑 我从小在美国媒体偏见的环境下长大 美国媒体对中国铺天盖地的负面 偏见报道 耸人听闻 我以为美国这儿的暴力危险 在全世界肯定都是这样 后来我去了中国 我亲眼看到了中国一片 祥和的景象 城市秩序井然 中国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 而美国这儿买枪比买酒还容易 在这样的环境下 人人自危 遇到危险时 警察不一定会响应 警察就算加入 很可能也会活上交友 公元前一世纪 汉代刘相曾在说院一书道 幻生于所乎 或其于细微 在美国一念之数 就会造成恶性枪击事件 强占两字在中国听起来 害人经文 但在美国已然 是司空见惯 全世界都向往中国 张扬子孙 天下安然 在美国一定记得 听见枪声 奉尺电池 立马逃离现场 咱们帮忙吧 把他先保命要紧